看下面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请指出并说明理由 那首先呢 咱们把下面先注释掉 先打印一下B3 先打印一下B3 B3 来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 好来看怎么了 是不是出错了呀 他说可能会损失精度 那为什么会损失精度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之前在做这个演示的时候 这里 当X去加B的时候 我们会说怎么样 B会提升为印太类型 B本身是一个Bit类型的 它会提升为印太类型的 好那在这里它也是一样的 当B1和B2已经相加的时候 它会提升为印太类型 那么提升印太类型之后 两个都是印太类型 相加结果也是印太类型 所以印太类型 在给Bit类型付费的时候 怎么样了 就损失精度了 那么从另一个方向来讲 B1是一个变量 B2也是个变量 JUM无法判断里面具体存属的值 因为变量只有在运行的时候 它才知道里面有值 在编译的时候 是无法判断具体值的 你看你这里面 如果它存100 它也存100 两个相加结果怎么了 是不是超过了Bit取值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 它为什么是错的 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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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第一方面呢 是什么呀 第一方面是Bit与Bit进行运算的时候 会提升为提升为印太 为什么提升为印太 因为整数默认类型就是印太 那么Bit在与Shot进行运算 Bit在与X进行运算 它都会先提升为印太 好 Bit与Bit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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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 它 那么进行运算的时候 都会提升为 印太的性 那么两个印太类型 两个印太类型 类型 双加的结果 双加的结果 也是啊 印太类型 那把印太类型 复制给Bit肯定会怎么样 损失精度 那么从另一点来讲的呢 就是 第一 和 第二 是两个 变量 那么变量 存储的 值 是 变化的 在 在 编译的时候 编译的时候 无法判断 里面 里面具体的 值 那么 相加 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 超出 Bit的 Bit的 许致范围 许致范围 好了 那现在呢 这就是 从这两方面 来去描述这个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BitB4 等于3加4 好 那现在 我们去打印一下 这个B4 来B4 B4 来编译 来来看 怎么了 这地方我们没怎么样 没注视掉 对吧 好 得把它注视掉 来 再编译 通过了 好 来运行 输出结果是7 没问题 那好 那接下来来看 它为什么 没有问题呢 它3是一个 硬特类型 4是不是也是 一个硬特类型 那两个硬特类型 相加结果 应该还是一个 硬特类型 那为什么它可以呢 我再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在这里面 不是这么行 我直接写一个 BitB4 等于7 等于7 那这会不会出错呢 这是不是肯定 不出错啊 因为 7在负的128 到正的127之间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出错的话 咱们之前是白学了 那前面咱们 是不是写过这个 BitB等于4 跟BitB等于7 是没什么区别 好 那么现在这么写 是不出错的 那这么写 它是不是也不出错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告诉你这句话 就明白了 Sawa 编译器 编译器 由 常量 优化 机制 有常量优化 什么叫常量优化呢 你说它在编译的时候 把3加4的结果 就给算出来了 那么就把7 给复过来了 一判断7 是在负的128 到正的127之间 所以就可以成功复制过去 也说 3加4也好 7也好 它都是硬材数 当编译器 在复制的时候 它判断 它在负的128 到正的127之间 所以就可以怎么样 给正常的 给复制过去了 那这就是 大家编译器 有强量优化机制 你是强量 我可以直接判断 你的值的取值范围 而你是变量 我没有办法 判断你的值 没有办法 判断你的值 当然 就让你出错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再重复一遍 在这里面 两个强量相加 那么它判断 直接算出结果 判断 是在负的128 到正的127之间 所以就可以 正常的复制过去 跟你直接来一个7 复制给第4 这个结果是 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电视题 咱们讲到这里 这个值点 保存一下